七月 換我 我進床了 好累 睡一路 睡一路很累 你睡幾個場是不是 我睡了四個小時 而且妳成長都沒有醒過來 對 都沒有 妳那個Sever還說 現在哪裡 現在哪裡 然後去上廁所什麼我都不去 對啊 妳很厲害耶 好啦 這裡是哪裡啊 等一下喊 這裡是 這裡是台南嗎 台南不是應該有那個 這個跟那個 什麼國華街什麼 我要吃那個阿文很貴啊 阿美食 就他跟我說要去台南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有超多想吃的 我也是 我很期待吃得胖 他冷耶 然後這裡什麼都沒有 很像我們原住民那邊的地方 對 有點像耶 對啊 在哪兒嗎 我說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然後在那個 兩隻狗前面 對 兩隻狗前面 他說他在 廟裡 哪裡有廟 去找一下 找一下 廟裡燈屋 妳先去那邊看一下 好 有廟嗎 通常廟不是都在大陸上嗎 對 然後我們現在在一個 很奇怪的 山間小路去找一個廟 對 它應該在很深的裡面 對啊 而且通常不是會有廟口 然後大家會聚在裡面 有樂道 對 那我們 這也好特別喔 白河人是不是 在很奇怪 欸 是不是那裡啊 欸 好像是耶 那個紅紅的 然後有一個人在跟我們招收嗎 有一個人小的 是嗎 沒什麼 他沒有跟我們說 有… 這不是白河潤河嗎 歡迎來到北河 北河 北河 妳們是不是聽不懂台語 我可以啊 北河 北河 不是北河 欸不是 你們北河怎麼會這樣啊 什麼啊 天氣 天氣 那妳講國語好了好不好 天氣怎麼會這樣子 欸 台北天氣也這樣 妳怪我們台南 怎麼就是為了來 早太陽才來你們北河啊 不然妳覺得我為什麼來這裡 不是啊 妳要怪天公北啊 妳怎麼會怪我 是嗎 不行 我們在跳前面 不是 不是 我現在還懷疑 妳要不要講話 台北天氣也很差好不好 對啊 可是妳知道我 穿短袖啊 妳要怪Sam嗎 Sam跟妳說這裡30度 對 我上禮拜查真的30度 真的 然後我就很不興奮 我剛剛看19度 對啊 妳是查到哪裡去啊 查到泰國是不是 我忘記我朋友們看妳們穿少一點 好不好 不是 妳知道我是 我是用一個泰國心情來 我還想說 我要穿短袖 然後我就找短袖 妳泰國妳就不應該穿這種毛的短袖 沒有 我去泰國真的也穿這樣 真的假的 對啊 妳們有聽過白河嗎 沒有 有啊 她沒聽過 對 我剛才說我沒聽過 沒有聽過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嗎 那個 因為我剛剛很多朋友 就是我說過 我說我有住哪裡 他們都不知道白河這個地方 等一下 我知道白河 可是我不知道白河在台南 要不然妳以為它在哪裡 因為白河蓮花很有名啊 是嗎 不然妳以為白河在哪 感覺像是在雲林之類 就是在一個 對 就是在一個 就是聽地名的感覺 一個人間仙境之類的 妳不覺得嗎 白河 它是台南沒錯 可是它離台南市很遙遠 所以妳不算台南人 是 因為這裡以前是台南縣 可是後來後面成為台南市 所以我們這裡是在台南的最北邊 多近 嘉義大概二十三十分的 所以妳其實是 假台南人 真嘉義人 對 妳算是 因為我高中也讀嘉義 我覺得我的家鄉就是一個 起床 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 然後可以聽到很清澈的鳥叫聲 安靜的地方 對 如果想要度假 或者是逃離一些比較 太繁華熱鬧的地方的話 我覺得我家是一個 滿好的度假選擇 一年級到五年級 是在台中讀的 因為我們全家有 因為我爸爸工作 搬去台中 然後後來因為 因為台中是住高樓大廈 所以我阿嬤身體比較不適應 所以我們後來又搬回來鄉下 然後就只有我跟我弟還有我阿嬤 那妳以前都什麼上學 我以前都 國小的時候騎腳踏車 然後國中高中坐公車 小學就騎腳踏車上學 好厲害喔 很獨立耶 算獨立耶 很獨立啊 我都是 走路或是坐捷運 妳們認識我 不就覺得我是一個很獨立 是 我就是 就是這樣造就起來的 來囉 來到我的國小了 有變比較市區的感覺喔 有 所以比較多色彩了 真的耶 但這裡也不是百合市區 竹門國小 我就是 因為我一年級到五年級在台中 然後我六年級回來讀這一間店 六年級 所以妳只讀一年而已 對 下雨應該不想下去走吧 我不要 是沒有很像 看看就過去好不好 因為感覺也不大 對不對 就看我們這小鄉 真的會有多少人來讀這間國小 好像也是耶 對啊 而且我記得我那時候的人數也不多 我忘記了 那班級數也不多 那現在一定又更少 對啊 那個就是雞排店 長雞排 對 以前我們 就是我跟我弟國小 就是下學 下學 下放學的時候 就會騎腳踏車 因為回去是從這個路上 然後我就會買雞排 然後回去吃 然後現在我覺得 如果下雨的話我們 我帶妳去吃一間 很有名的冰店 就在前面這裡 對 我跟妳講 這間冰店 只有四十幾年的歷史 所以我從小到大 都在這邊吃冰 超多人耶 現在這個前期 我跟妳講 要吃冰 這邊 我們啊 我跟妳講 夏天的時候 他們排更多 他們是這邊直接外面這樣排 一整排這樣 排隊在吃 就是那種鄉下的冰店 對 所以妳轉個彎 突然就會很多人 對 所以這裡是只賣冰 只賣冰 它有冰棒什麼的 然後 品項超多的耶 對啊 而且我跟妳講 我以前我阿嬤都會 就是因為我國小在這邊嘛 那我可能回家的時候 我阿嬤都會說 阿嬤妳順便買五十塊的清冰回家好了 那妳騎腳踏車要夠快 什麼意思 等一下 冰費人號 等一下 清冰十五塊 然後五十塊的清冰 就是妳跟老闆說 我要五十塊的清冰 對 它就會包五十塊很大喔 就這樣一大包 這種是只有鄉下可以做 是 台北五十塊這樣一碗 對 然後鄉下這樣一包 對 而且妳有吃過清冰嗎 沒有耶 是不是很少 清冰就是 它就是沒有加任何的料 然後沒有加什麼牛奶煉乳 都沒有加 就是冰塊 就是單純一點 有點像剉冰 那種 我知道就是可以超級一點的基底 對 基底 然後它的清冰吃起來 就本身就甜甜的 它應該是有加一點糖水 對 它們自己的配方 那妳都吃什麼 我們要點什麼 我就是有時候 小時候都比較常吃清冰 但我建議你們可以點有料的 有料 因為他們有料也滿厲害的 好 我有有料的話 我會想要吃 布丁牛奶冰 很小孩子的選擇 對 這就是最基本 最傳統的 你知道嗎 懷舊的味道 那我要草莓牛奶冰 不像妳 好 可以嗎 可以 你看喔 好可愛喔 堆堆的 直接放一個布丁 它就直接放一個布丁 沒錯 妳也是 我的是草莓牛奶 然後它應該是草莓果醬 對 草莓果醬 然後配煉乳 這是一個很棒的完美的搭配 妳看這個 這個好可愛喔 滿滿的芋頭跟紅豆 而且紅豆有夠大顆的 它的芋頭感覺就是自己煮的那種 對啊 我超愛這種 妳已經開始吃了耶 怎樣 妳先乘這裡的 就是清冰 我先吃清冰是不是 清冰的部分嗎 超級好吃 我知道我小時候回憶的味道了 她第一次叫我們吃清冰 我吃一下 真的清冰很好吃 有沒有 妳懂嗎 就很香蕉味啊 不是 哪有香蕉味 我跟你說這一定是蔗糖味 是嗎 我覺得很香蕉味 是我味覺有問題嗎 妳味覺有問題 有一個香蕉味 就是很清甜的味道 對 就是清甜 然後我們以前都是 都只吃這個 然後沒有加任何的料 是不是就很好吃了 清冰就很好吃了 我覺得我的很好吃耶 我的也很好吃 很厲害 而且妳不覺得很便宜嗎 它這樣一碗才35 超便宜的 25 妳的才25 我才25 而且我的是有草莓 又有牛奶 對啊 很厲害耶 有沒有 我沒有讓妳們失望吧 沒有 跟介紹的那個 我覺得它的味道真的很特別 就是我說不出來 是什麼 它的基底對不對 對 它的基底 就跟台北真的差很多 台北就是真的沒有味道 那種剉冰 台北應該就是冰塊而已吧 對 它這個也不算剉冰 因為有點像綿綿冰 也不是綿綿冰 它很細 對 它很細 那像我的話 我只要每次要回家 我都一定會經過我的國小 然後妳就會來吃 我會來吃冰 但不會進去國小 其實很少人會回去國小 真的 對啊 好羨慕你們 不是 我小時候都吃布丁雪糕 就是便利商店 就是妳的很像那種 那妳小時候的那個回憶就是 布丁雪糕 還有我學校對面有個麥當勞 好無聊喔 台北人好無聊喔 對啊 我們就是這樣啊 我們麥當勞還有布丁雪糕長大 跟妳不一樣 我是真的 我們白河沒有麥當勞 我們白河市區也沒有麥當勞 那要多元 那妳小時候都沒吃過麥當勞 對啊 天啊 所以雞排就夠了 所以我以後長大 吃麥當勞 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情 好感人喔 這裡沒有麥當勞 真的沒有耶 我們最近要到新營 這邊沒有吃布丁雪糕 對啊 我剛剛吃得很好 現在你們要出去到白河市區才有 這邊都沒有 那如果你們想要買 甘馬店 雜貨店 就像對面那種 對那種 很古老的那種 我家也是啊 我家進去也是 就是要開大概 15到20分才會有第一間Seven 就是到白河市區了 因為像這種鄉下 妳如果要 妳就要一次買多一點東西回來被子 不然妳出去第一間Seven 妳又要開車開20分鐘 好像美國喔 很難嗎 對啦 就有點像美國地很淡 然後妳要去到哪裡的Seven 我們都很遠這樣 好難想像喔 就是妳看 南部小孩一定都會騎機車 對 這這麼厲害的原因 對 因為我就是高中畢業 就開始在騎機車 然後 然後 我其實高三就已經開始在騎機車上去 我剛剛去躺的時候 但我看 我高三就有考到駕照 對 高三考了 高三考駕照就開始騎機車上去 OK 我剛剛講說這個可以講嗎 可以可以 穿得是很危險 誰沒有 你們沒有過就是 就是沒有駕照的時候騎機車嗎 沒有啊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 一定很多 你不是鄉下的小孩 他們一定有無照騎機車過 嗯 而且我那時候還被警察抓 你知道嗎 然後 這可以 這會上新聞喔 沒差吧 這小時候的事情 鄉下 然後被警察抓 而且抓到是 就是我爸爸還要陪我去上課 那種 去監禮 對 去新營的監禮 陪我上課 好 先要帶你們去吃正餐了 耶 你看看 不然嗨起來 你們餓很久了 吃鹹的 我帶你們去吃 就是來白盒一定要吃的 好 湯仔雞 你沒有吃過嗎 有 可是我是吃 湯仔雞 跟差不多 念起來的意思差不多 就是湯仔雞 湯仔雞 都是差不多 都是一樣的東西 都是一樣的東西 對 只是有兩種念法 湯仔雞 很好吃 你不是在這邊吃的吧 我在宜蘭吃的 宜蘭 這裡才是正統 真的假的 不是宜蘭才正統嗎 對啊 沒有 可是這裡是湯仔雞正統 一樣是 湯仔雞正統 好難念 好複雜喔 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叫做 關南娘 我知道 關子嶺 有聽過嗎 關南娘 沒有聽過嗎 有聽過溫泉嗎 關子嶺是一個滿有名的地方 對 算有名 它裡面有一個就是 怎麼樣 水火同園 我有去過 你有去過 我爸媽的小時候都有去過 對 水火同園 在關子嶺最深處 它就是水跟火 同時有 同時有 你是不是沒去過 你沒去過 網路上自己查 遜遜了 沒有要到我去 沒有耶 水跟火可以講 今天沒有這個形狀 沒有 它就是一個奇景的那種 對 它就是給人家觀賞用 就是因為水裡面不可能有火 對啊 可是它就是同時存在 好扯喔 水裡面火 對啊 還是你等一下 幫我搭計程車去 你自己搭計程車 天板上可以自己去 整條都是 整 很香 七里香嗎 不知道 七里香是台南的連鎖店 飲料店 它沒有發展到北部去 所以它只在這裡 對 你看 爆掉了 怎麼了 貓咪台北也有 走 寧願一點 Seven Seven 你看到Seven也很驚訝 很驚訝 你真的有Seven耶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要吃的是這個 竹香園 所以真的一整條都是耶 對啊 我跟你講 等一下進去裡面還有更多 所以它叫仙草店 仙草店 我一直聽說 因為它有很多分店 對 你剛剛一直聽說仙草店 我一直以為我要吃仙草 我們跟你說要帶來吃正餐 我想說是很有仙草 正餐 好 這家很好吃 而且超多人 對啊 我今天為什麼來帶你們吃這個 為什麼 就是因為 所以我平常有時候回家的時候 家族聚會都來這邊吃 因為這邊都是人多 可以點很多菜 然後大家又可以在這邊聊天 像是你們白河人的就是餐館 那種大 嘉義也滿多人會來這邊吃的 因為這邊其實算介於 嘉義跟白河的中間 但它其實是白河 它的地址是寫白河 它的地址寫白河 可是其實很近 都很近 所以就是你們的一個 算是一個可以聚會的場所 對 而且其實滿日常都會來吃的 為什麼你們日常吃這麼好 有很好嗎 而且 很便宜啊 對啊 很便宜 對 很便宜 大家分下來 我們剛剛看有兩個人合餐 對 800塊 你看 所以我才帶你們來吃這個 好吃又便宜 分享你們 你的日常 對 分享我的日常 平常都會來吃這個 然後有時候可能吃一吃 就會外帶半隻雞回家 對 然後也可以外帶 就可以帶回家吃 然後又可以吃好幾天 對 吃好幾天 沒有節省 對 我可以回飯店也吃 我等一下帶回去給我阿嬤吃 好 可以耶 外帶給我阿嬤吃 阿嬤很久沒有吃了 對 妳都沒有來回來陪她 沒有 我阿嬤行動比較不方便 所以她也很 不想要出來吃飯 對 好 等一下包一隻雞回去 那妳請 我來台北奮鬥最想像的時刻 應該是節日的時候 對 像端午節啊 或者是吃湯圓 像吃肉粽 這種節日 我阿嬤以前其實都會備好 就是 該吃肉粽 她就準備肉粽給妳吃 然後湯圓她就會煮給妳吃 但是因為我現在一個人住在台北 就什麼都要吃外食 就 會很想念有阿嬤的時候 然後以前在家裡 其實阿嬤也都會幫妳做好好的 譬如說切水果給妳吃啊 然後她擔心妳穿得不夠暖 或者是幫妳洗衣服啊 但後來發現一個人去台北 什麼都要自己來 妳有聽過泥漿溫泉嗎 有啊 可是從來沒泡過 沒泡過 妳也沒泡過 沒有 這裡是關子嶺 泥漿溫泉是關子嶺的特色之一 對 來了一定要泡 來了一定要泡 你看 我帶妳們吃湯圓吃完之後 來泡溫泉 是不是很舒服 妳現在都流汗了 妳看到了 妳很流汗 妳很流汗耶 實在是真的很熱 因為我超喜歡泡溫泉 妳小時候應該畢業 19歲 那妳那時候應該是 校園蒙人吧 對 高中的話其實還好耶 因為妳也知道 就是我是一個很悶騷內向的人 然後我不會主動去跟別人社交 然後而且我高中讀的是美容科 然後我那時候的美容科 只收女生 我覺得我有一半是因為被排擠之後 所以出身會又更悶騷更內向 更不會去外面交際應酬 對 所以被誰開場 就是我們班上的女生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們做美髮 我們是那種技術嘛 然後我們都會比賽 就是有時間 可能捲頭髮都有時間 然後 我那時候是班上第一名的 喔 妳看 長得漂亮 然後成績又好 然後又不跟人家講話 都很大 對 對 我最討厭 她的牌子很可怕喔 對啊 是真的會讓你心靈受創的一種 怎樣 因為那時候是即時通年代 然後她就會創一個 即時通的群組 然後她就是會 大家都在裡面罵妳這樣 然後而且在課堂上 就是老師還沒有男子 然後妳都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我被加進去啊 妳被加進去 我被加進去 她在裡面罵我 好沒品喔 對 然後而且他們有 就是有那種就是在課堂上 然後老師都還沒來 然後就是很安靜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 就是這種女生班級裡面 會有幾個帶頭的大姐 對 然後就有一群一群這樣子 然後那些比較乖的學生 或者是平常就是 其實也沒有對你不好的學生 其實也沒有對你不好的學生 他們也不敢反駁他們 就盲目跟隨 對 然後 他們那時候就是會在課堂上攻擊我 因為我的名字很像雅韓 就是可能韓會有一些 比較色情的名字 有有有 對 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會用這種來攻擊我 就是在課堂上 就是開名字玩笑 對 然後大家都聽得到的那一種 好過分喔這個 對 然後開名字玩笑很過分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我也不是就是 我也不是可以開得起玩笑的嘛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我就把他那個罵我的話 就即時通過都截圖下來 然後我就 我也沒告訴我們班導 我就直接去找教官 我說教官 我這樣可以告他們嗎 妳好厲害喔 然後後來 教官就說可以啊 可是妳還是先 就是讓我們班導知道這樣 然後後來 對 後來我就讓這件事情 給我們班導知道 然後我們班導就說 他要去跟他們個別輔導這樣 然後等下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本來要轉學了 就是我後來 已經做好要轉學的準備 然後要告他們 所以妳是因為被排擠才想轉學 我是因為被排擠才想轉學 這麼嚴重喔 對 然後 然後因為那個心理很不舒服啊 壓力很難 對啊 然後 然後後來老師就是輔導完之後 他們都不敢再做這樣的事情 對 所以妳是不是反擊了耶 我後來 我怎麼 因為一個堅強的心 還是是因為被欺負過 所以變得很就是 就有可能很會安慰 各個性變得很獨立 然後就是很懂得怎麼换位置 對啊 然後後來我對教官 就有一點隱隱 就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跟朋友相處 我很容易自己會有尷尬啊 就我覺得跟你們 後來跟你們變很好 我覺得是一件很 非常非常 神奇 對 很神奇的事情 因為 而且妳看 妳們這個小圈圈妳知道 就是我們來同一個領域 對 不會有競爭的那個 感覺 對 然後我就覺得我們就是 都不會有這種互相想要競爭的感覺 對 然後我們都希望對方可以很好 就是真的是真的 真心的朋友 好 希望我們的友誼 就是可以一直這樣持續 持續下去 到長很大這樣 有看過嗎 有看過嗎 沒有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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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有那種 過年回鄉下的那種感覺 對啊 有點是想看到的 對啊 我們家是別墅耶 也沒到別墅嗎 怎麼看 對 很厲害吧 很厲害 我跟妳講 這個這邊的門 什麼意思 因為它是一片木板 它其實是隔著的 因為那邊是我弟的房間 然後因為我這邊 其實有一個門在這裡 但因為這邊的門 就是很容易會有蚊蟲跑進來 所以後來就把這個門封住 然後我爸爸就 為了打通一個房間 他就把這邊鋸掉 然後自己做一個門 所以外面是妳弟弟的房間嗎 我弟跟我阿嬤以前睡在那裡 對 然後要經過他的房間 查到你的房間 對 他的房間在最裡面 對 可能我過年回來的時候 因為爸爸跟弟弟都回來 所以我也只能睡這一間 所以我爸爸會幫我親一下 對 他會先幫我親一下 我外面客廳掛了一個那個牌 那個扁額 有看到嗎 這是我眉髮移籍的扁額耶 你們算考眉髮移籍有多難嗎 那妳成績這樣很好 那妳會按摩頭嗎 會 我按摩頭超舒服的 我隨便按一下 真的假的啦 妳就會覺得很舒服 好奇怪喔 好羨慕喔 就是 就是妳知道嗎 要按 按了就會知道 我是真的會按摩的人 真的 所以你們有教這個 我們會 就是妳去做美髮的時候 他會教妳怎麼按 因為妳每一個客人妳都要按 可是現在台北可能很少會按 對 現在很少 現在都不按 對啊 好舒服喔 妳看 因為我們就是我們洗頭髮也會有按摩 嗯 然後就是妳看這樣隨便按都很爽 她怎麼還洗頭 我有好不好 那妳跟阿嬤的感情好嗎 應該很好吧 我跟阿嬤就是 就是 就離 就是我出社會之後感情有變比較好 嗯 所以妳在嫁的時候也沒有很好嗎 就 因為她太重男情侶了 喔 喔 啊因為妳知道就是老一輩的人 觀念就是 就是比較重男情一點 那妳曾經會討厭阿嬤嗎 有啊 我以前很討厭 就是讀書的時候 還沒有到很成熟的時候 就覺得 就是 就我心裡就會覺得很委屈 以前就是念書的時候 就還 可是現在因為長大了 然後 就是 因為我在外面 就是也有賺到錢 然後因為現在都是 我在寄錢回來給阿嬤 所以 所以我阿嬤可能就是會有一種 她有一種心態就是 我會覺得比較熟 她可能覺得說 就是我出去賺了錢 然後回來 就是有養她什麼的 她可能就是 就沒那麼重男情侶 她覺得妳有成就這樣 對 我覺得妳阿嬤還是滿驕傲妳的 因為她剛剛跟我們分享說 她說 她小時候兩歲的時候 就是在教妳唱歌 對 然後妳跟她說 長大要去當歌手 當歌手 然後現在真的當了 她的台詞 現在達成了 我還是覺得感動聽內 都很感動耶 因為我阿嬤就從小就照顧 因為我兩歲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就離婚了 對 她從兩歲開始 對 然後我就開始都給我阿嬤顧 然後就算是 就是 都是她在照顧我們的 雖然說就是 所以她其實算是妳的 媽媽的角色嗎 對 有那個感覺 雖然其實我母親姐都會 就是還是會包紅包給她這樣 所以她就像我的媽媽一樣 妳現在的我會想要跟 十八 十九歲的我 說些什麼嗎 應該是就是會 告訴自己不要害怕吧 想哭了 就是 因為很辛苦 然後就是 就是 就是高中時期 就是也有經歷不好的時候 然後 我也是因為這樣 然後去刺情 就是提醒自己可以 希望自己勇敢一點 然後就是 我會希望告訴自己 就是不要害怕 就是勇敢 就往前走就對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